《柔畫》 《柔畫》 《柔畫》本身是西方的藝術媒體 華人在學習和創作期間 除了受到西方不同的畫派影響之外 同時都會追溯自己中國繪畫的方式 從而融合兩種藝術互相影響 例如歐洲的繪畫有印象派、現實主義等等 相反中國的水墨畫的線條 或書程的異景這些特色 同樣影響這班接受遊畫學院派訓練的華人畫家 在二十世紀初 中西文化開始互相交流的年代 開始就有中國畫家去到法國、日本等留學學畫 最早期的就有徐碧雄、林峰綿 還有我們今次展覽展出的潘玉良、丁顯蓉 他們回到中國後 成為了第一批遊畫的教授 開始推動遊畫民族化 同時也將國畫推去現代化的時代 其後陸續有更多中國藝術學生 受到這班老師的影響 再去巴黎學遊畫 例如林峰綿的三位學生 朱德群、趙毛極、吳冠宗 部分更移居巴黎之後 一直留在海外發展 這個年代的畫家 都接觸過中西藝術的各種技巧、理念 加上他們的中國文化背景 來到海外 在那麼多西方遊畫中要脫穎而出 往往都會追溯他們中國的根 去找靈感創作 變成他們的獨特畫風 來到當代的華人畫家 現在遊畫已經很普及 在每個城市都有美術學院去教遊畫 培育出很多本地發展的遊畫家 他們在中西藝術這麼多年的發展歷史裡學習 除了有歐洲的經典大師 還有前蘇聯的巨像風格 亦都配合了當代的生活環境 畫出很貼近生活的現代遊畫 今次我們展覽以華人遊畫語傳統為主題 除了展出我們自己一新美術館收藏的 香港當代遊畫之外 還有由私人藏家借出的一些大師作品 一共46幅 由20世紀初去到當代的香港和內地的遊畫 大家可以慢慢欣賞 我們先來到第一個展廳 就是將香港的當代畫家和大師作品一起做對比 先來是我們一新美術館的藏品 何兆忠是香港的本地畫家 先在香港理工學院的設計系畢業 再去廣州美術學院學遊畫 何兆忠很喜歡另一位大師趙毛極 一直對他的作品很有研究 令到他自己的作品同樣都富有抽象的形式 和人民審美的意境 展品裡是他2015年的作品《案》 以抽象的手法結合遊畫色彩和中國傳統水墨的元素 當中他做出了潑墨、瘤白、甚至是草書書法的效果 畫出大寫意的山水畫 他不喜歡用過於跳躍的色彩 反而會喜歡用冷色系的主調一層層地遊上去 做出像山或霧的迷人意境 而且何兆忠還很喜歡在創作時聽著古典音樂 令他的作品可以充滿穩定和平靜的力量 這個畫家名叫胡俊賢 他1985年生於廣州 1993年移居香港 2007年在澳洲墨爾本王家理工大學 純藝術素棉和油畫系畢業 在當代年輕的藝術家中 胡俊賢較為特別 他不走流行的抽象路線 而是走古典的寫實主義 胡俊賢的作品題材 來自生活中經常接觸的事物 例如今次展出的飯廳 入夜後的矮檸檬樹 父親的盆栽等等 希望記錄自己的生活 亦將一些容易被遺忘的片段呈現出來 胡俊賢作畫講究氣氛 除了選擇熟悉有情感的題材 他亦會花很長時間去完成一件作品 而且一定是對著實景寫身 所以一幅畫可能長達幾個月才完成 例如飯廳這幅作品 是有一天當他吃完早餐 還未收拾的時候 他見到有些狼藉的桌面很有吸引力 於是就將這個情景入畫 而入夜後的矮檸檬樹和父親的盆栽 就是他搬入了元朗村屋之後的作品 胡俊賢喜歡檸檬樹 因為他的葉總是上陽生長 形態充滿生命力 他亦都喜歡觀賞月色 入夜後的矮檸檬樹 就是他第一次嘗試畫月亮 這幅畫是結合了他兩個喜歡的題材 而父親的盆栽 就選擇在陰天的時份繪畫 葉子開始丟借 呈現出檸檬樹另一種感覺 在寫身的這段期間 胡俊賢細緻記錄物件的質感 光影乃至變化 難怪他的油畫總是流淌著一種 填症的生命力 這位畫家叫做林明剛 他1952年生於福建福州 1978年移居香港 1984年在香港美術專科學校畢業 1990年去到法國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研習 1993年 林明剛成為法國國家藝術家學會會員 在歐洲客居多年之後 林明剛由2005年開始 大部分時間留在香港 開始走遍新界寫新作畫 林明剛深受印象派的影響 注重捕捉光線和陰影的變化 以及表達主觀的情感 展覽中《大深圍原堂》 是畫家在2015年 去到新界元朗大深圍寫新所得 他採用簡潔的構圖 和明化的用色 去表現大自然側純真的氣韻 在另一邊 我們的展覽同時展出了 劉法三劍合的作品 分別是吳冠宗、朱德群、趙毛激 他們在杭州美術學院 跟林豐棉學畫 是同期的同學 在不同時期 去到法國芭蕾深草 吳冠宗為人熟悉 是他回來中國之後 自力推動油畫民族化 但面對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在1970年至1973年期間 被下放去河北農村勞動 這幅展品《北角之秋》 就在這段期間完成的 他用的技法 是他在六、七十年代 經常用的經典畫法 混合了油畫的濃郁色彩 和國畫的風韻 整幅作品令人 很有心亢神異的感覺 同時也借古人畫足 去表達風高亮節的情操 與當時身處的環境形成對比 另一幅展品《巴黎蒙馬特》 是他解放後的作品 同樣也有一段故事 吳冠宗在1947年 去到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進修 而他很喜歡蒙馬特 因為是一個著名藝術家的聚腳地 當中的領事館咖啡屋 亦因為北加索、梵高、幕內這些大師去過 而享負成名 1989年 吳冠宗應日本西武百貨公司的邀請 幫他搞一個以巴黎為題材的展覽 所以再回到巴黎畫畫 這幅作品就是他向巴黎道別的 同樣的構圖他一共畫了三次 一次是水彩素描 兩次是油畫 而我們的展品就是兩幅油畫之中 較精細和完成度較高的作品 他利用了國畫的前中遠景 將中國山水原有的那種多視覺技巧 加入去油畫裏 前景一開始的彎路和兩邊的建築物 好像慢慢拉開舞台的序幕 帶到觀眾的目光 去到主角、領事館咖啡屋和背景的聖心殿 他刻意將主角建築帶出微妙的陰影變化 和有更多豐富的細節 去突出主角的立體效果 顏色上也融合了國畫的色調 令人聯想起他之前的江藍系列 很喜歡用黑白灰 他在1970年代 開始廣泛去創作中國水墨畫之後 也將這個冷色調組合 融入在他的油畫作品裏 朱德群在1920年出生於安徽硝園 1935年考入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 先後學習國畫和西洋畫 1941年畢業後 在內地以及台灣的院校任教 1955年移居巴黎 1997年他當選法蘭西學院藝術院院士 是第一位獲得這項殊榮的華人 2001年獲法國政府頒發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2014年辭世 朱德群在1956年參觀完法籍俄裔畫家 尼古拉·德·斯塔奧爾的回半展後 決定放棄巨像繪畫 一切從頭開始 他仿效斯塔奧爾去結合巨像和抽象 用幾何色塊來重現物像 畫風開始走向抽象 結構466號是他70年代初期 參考17世紀荷蘭畫家林布蘭的探索 朱德群選用黑色為主要背景色 而中心的部分 就用特別光亮的白色和黃色 營造出好像林布蘭作品中 那種戲劇性的光暗對比 再配上口中的筆觸 整幅畫散發出沉屈的氣氛 而1985至1986年創作的東景 就表現朱德群對抽象遊畫的進一步探索 在80年代 朱德群到歐洲其他國家旅行 他在瑞士被阿爾卑斯山騰雲駕舞的情景震撼 他發現雪和雲霧的白色原來有所不同 因此白蒙蒙的景象都可以層次分明充滿變化 後來他創作這系列東景遊畫 畫出當下的感受 從結構466號到這幅東景 可以見到朱德群畫風明顯的轉變 背景由分層轉為光亮透白 由彩變得淡薄 就好像雲霧飄渺的雪山 而線條亦更吹奔放 這個與朱德群在中國書法上的造藝 尤其是草書有所關係 來到最後一位劉法三劍俠 趙無極他在1947年移居巴黎 主力畫抽象油畫 特別受到瑞士畫家專用符號的Paul Clee 影響後 意識到他可以在自己中國遠古文化找靈感 包括當時考古發現的甲骨文 將形文字、雙周時期的銅戲 或中國的書法、墓碑雕刻等等 在50年代 他開始將這些中國古代的視覺符號 加入他的油畫作品裡 成就了他最知名的甲骨文時期 而去到60至70年代 他開始走書情抽象路線 充滿力度的不速 形成出磅駁的氣派 逐漸脫離風景的異象 成就了他的狂草時期 去到1972年 他第一次回到中國 更加重拾以前在中國學習的水墨畫技巧 而將資應用在油畫裡 由於他在50年代尾開始 就不再為作品、寫名 而只是寫完成日期 我們展出的兩幅作品 分別是1988年和1999年完成 兩幅都是沒有題目的 兩幅作品都流露出他過去三四十年畫風上的演變 由早期的甲骨文時期 去到之後結合西方書情抽象和水墨畫手法 更加明顯的是 他刻意將油彩稀釋 利用流白和雲染的技巧 將畫筆的痕跡消失 造成半透明和夢幻的空靈感 用抽象的方式表達無止境的宇宙 來到第二個展廳 我們的主題是人物畫 再看看幾幅大師級的作品 潘玉良 他的作品本身是以東方女性為主 而裸女更加貫徹了他的一生 他命徒比較坎坷 小時候更加被賣到清流 之後輾轉終於可以去到上海美術專科學院去學畫畫 但當時他想畫裸女的時候 由於社會思想還是比較封閉 當時的校長更加廣受爭議 學校差點還要倒閉 終於去到1926年 開始有人體寫生科 成功推動了中國美術現代化的進程 更加在當時社會的新思想 和舊文化抗爭的一大勝利 奠定了潘玉良從此比較開放自由的藝術價值觀 這幅裸女是潘玉良在1940年的作品 更加是罕見地去用了歐洲女性無特兒 畫裏女性的皮膚、幼潤光澤、還有豐滿的體態 都展現了畫家當時領先時代的國際視野 和由印有餘的人體造型表現能力 去用的筆法、構圖 亦是早期歐洲學院派的標準造型特質 去用比較純粹和平面化的單色色塊去勾勒背景 表達出古典繪畫的莊重意境和唇膏的精神 亦釋放自己之前命徒坎苛 又來到異鄉中孤獨無助的女性心理 表現出剛柔並濟的獨特韻味 在畫面佈局上 亦有中國繪畫傳統流白的觀念 潘玉良結合了西方的審美和東方的意韻 體現出自由的審美意境 丁燕庸在1902年出生於廣東茂名 自小對書畫產生興趣 中學畢業後獲得廣東省政府保送到日本留學 1921年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西洋畫 1925年丁燕庸畢業回國 先後在不同院校教授西洋畫 1949年移居香港 1956年受要求辦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 即是後來的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一直任教至1978年 童年逝世 丁燕庸在留學期間 日本畫壇流行歐洲的前衛畫風 包括後來他推崇的野獸派 事實上野獸派也深受東方藝術影響 重視主觀精神、造型比較誇張、線條講求律動 與中國繪畫有不少共通之處 在女孩畫像這幅作品中 丁燕庸主要用色彩去處理人物的潮象 例如眼窩、膚上較深的顏色 表示這個部分受光較小,所以比較暗淡 同時採用了暖色,例如紅色和黃色 去表達人物的性格和氣質 相反,在藝術家及裸淚這幅作品中 丁燕庸就選用綠色和藍色填滿背景 除了色系偏懶,空間也處理得較為平面 人物造型更加誇張,甚至有些變形 他們的五官和屍體就是以線條勾納 雖然這幅是油畫 丁燕庸籌的線條和原始的人物造型 會令人聯想起他的蒜黑,特別是潮營人 余忠寶在1962年出生於上海 1990年,在華東師範大學油畫系畢業 他認為所謂中西融合 並不是要將油畫畫成國畫 而是將畫家的內涵表達出來 1989年,余忠寶到西藏寫生 他觀察到西藏人的生活以宗教為中心 完全生活在精神世界 自此,西藏成為余忠寶創作的重要主題 他不是繪畫藏族的民族風情 而是要表達西藏人的內在精神 因此他特別注重描繪人物的眼神 去凸顯他們的情感 展覽展出余忠寶四幅西藏系列的繪畫 是他2006年至2010年的作品 與他2000年之前的畫風有明顯轉變 例如2006年的精月 畫面充滿強烈的光暗對比 而2010年的經論 就設置在比較昏暗的場景 兩幅作品無論是背景或是人物的衣飾 余忠寶都運用了多種顏色 去處理光線和陰影的變化 令到整體的亮度提高 畫面非常厲害 這個畫者是他因為2000年的時候 去到歐洲旅遊 吸收了當地文化和藝術的養分 所促成的轉變 而2007年的這兩幅藏帽 可以見到余忠寶嘗試更鮮艷的色階 筆觸亦比較厚重和明顯 除了表現人物跳舞的動感 近距離看 亦可感受到畫家作畫時的痕跡 加深潰壞的感染力 蕭芝組織廣東南海 1926年新於上海 1951年移居香港 先後任職新聞主出版社 和平書店、三聯書店 1986年退休 對香港出版界作出重大貢獻 蕭芝在青年時期 學習掃描、水物和書法 1996年重新學習繪畫和書法 2000年開始參加香港視覺藝術活動 2019年遲世 這幅作品《描繪殘河》 是中國花料畫常見的題材 燒之選用黑色的背景、內人尋味 一方面暗示荷花生命已經走到盡頭 但另一方面又與荷葉的綠色 形成鮮明的對比 反而影襯出殘河最後的生命力 這幅畫所表達的異景深遠 彷彿吻含著畫家對生命的感悟 宋家欣在1988年生於香港 先後跟隨畫家羅卓銳和陳忠書 《書學畫畫》2008年開始參與中國和香港舉辦的展覽 宋家欣在公共屋邨長大 屋邨充滿他的回憶 因此他有些作品就是以屋邨作為題材 這幅《家在香港》表達當年 他與家人面臨可能被迫搬遷的擔憂情緒 構圖採用養視角度 一個男人舉頭望向屋邨的天井 而屋邨也開始崩塌,高空跌下雅力 畫面誇張的光暗對比 配合男子寫實的面孔 製造出一種超現實的氣氛 傳達宋家欣當時對未知的驚恐和不安 接著另一位女性畫家廖井梅 她被譽為是香港學歷最高、技法最好的畫家 先後在北京和前蘇聯學畫 還曾經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 她同時創作版畫、油畫、水彩 她的創作一直游走在抽象和巨象之間 她認為人會幻想 去追求美麗而不實在的東西 所以希望將看起來 好像既抽象又實在的一面展現給觀眾 她的創作隨心多變 好像我們展出的這兩幅近期的作品 風格和主題都有很大的分別 第一幅作品《午後》 以強烈的色彩去畫女性的裸體 但只是抽象地去畫了半個身體 已經充滿力量和動感 色彩和造型更加有戲劇性的衝突 配合寫實的技巧和抽象的空間 營造出獨特的世界 另一幅作品《Nipper》的遐想 畫了一隻可愛的小狗 其實靈感是來自HMV的標誌 表達她在音樂裡的幻想世界 之後我們來到第三和第四個展廳 主要是以香港的風景和生活去做題材 吳松是海南人 畢業之後移居香港 她以蘭桂芳為中心 最為人熟悉的是她的酒樽系列 她在2000年開始 就將酒樽變成她移人化的圖像 將這些冰冷但又多變的作品 成為她自我現實中的投射 她近年也多畫了花樽 展覽中她有兩幅近期的作品 都是畫杜鵑花的 有別於她以往著重色彩和強烈視覺衝擊感的作品 今次她以比較淡色去做出沉澱、平靜 甚至沖涼的感覺 用好幼的線條去勾勒出花樽和花勁 亦都運用了中國的傳統水脈 那種線條和流白的觀念 體現出以物寄情 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人民情懷 來到另一位比較年輕的內地當代畫家梁萬奇 她在廣東出生 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 她很著重研究真實和虛幻世界之間的空間 亦都利用不同的媒體和顏色 去做出想像和視覺衝擊感 展覽中是她標誌性的作品無物 她很喜歡用不同的色塊配搭 做出有趣的切覺和構圖 形成她獨特的圖像語言 看來好像很合理和平衡的畫面 但又看不出哪一面才是正面或真實 給觀眾與別不同的視覺體驗 她的作品提出了一套獨特的探索方式 探索出一個全新的三圍空間 這些方法都刺激我們的感知 讓不同的人都能感受藝術 對作品有自己的詮釋 沈平組織安徽合肥 1947年身於北京 1965年擔任新疆新產建設兵團 俱樂部美術員 即是所謂的美術兵 1974至1975年 在浙江美術學院連環畫進修班學習 1980年移居香港 沈平的油畫和水彩畫一脈相承 獨特的構圖方法和色階 表現出畫家對香港的深厚情感 她善於將景物解構 提煉成最基本的元素 然後用形狀和顏色去表達形態和神韻 例如在《油麻地果欄》這幅作品中 她將密密麻麻的扇棚、招牌、果欄的鋪面 化為大小不一的塊面 配上不同的顏色 令畫面充滿節奏感和層次感 同樣,在昔日大嵌村內 沈平將房屋、鐵皮、蟬蓬等鋪排成幾何塊面 而且統一用白色為主調 將一個平凡的生活場景 美化成要有趣味的畫面 陳焦龍在1940年生於貴州輕易 1958年 跟隨畫家劉昇元學習油畫 畫風深受蘇聯寫實主義影響 1960年成為國家美術幹部 在貴州不同的美術機構任職 亦參加美術展覽 1982年移居香港 在藝術環境西化的香港 陳焦龍堅持走寫實風格 相對現代藝術 偏向討論社會的陰暗面 他認為藝術應該提供正能量 表現美以及人對生活的嚮往 就像展覽中的上環得輔導 他用寫實的手法 記錄大廈臨立的電車路 同時採用與現實相反 比較柔和的顏色 去交代大廈的外觀 提高整體畫面的亮度之餘 亦傳達對美好生活的憧憬 另一位香港資深的畫家黃佩剛 他小時候跟隨家人 在澳門來香港定居 之後一直住在長洲 所以很多時都會用山水、樹木和船 去做題材 他因為家貧 沒有接受過正統的學術派訓練 他是自學水彩 然後是油畫 然後亦有畫水墨和書法 現在差不多90歲的他 他的作品特色以書法、採脈 去演繹中西繪畫美學的精髓 展品風景 利用他最常見的抽象手法 以不規則的圖形去畫屋村和樹木 他不求形遲 而是要畫出豪邁寫意的獨特風景 他很喜歡畫這些乾燥燥的樹枝 或者雙簾的屋簽 將背景的地平線和河岸交接 形成好像巨像和抽象之間 表達連綿不斷、生生不息 他認為畫畫不是不注重基本功 而是不要被他困死 反而要回歸內在的感覺 找回小朋友的那種率性 之後兩幅作品都出自林明森 他亦是香港本地畫家 對於色彩學有很深厚的研究 開創了《藝用色彩學課程》 他教學生怎樣用顏色配搭 去表達情感和引領觀者的視覺感知 林明森很善於在平凡的生活中 去發掘和表達美 他認為要先由生活美到藝術美 透過重新組合色調和色彩 無論對於畫面的結構 還是光影質感的協調處理 還是對於虛實明暗的掌握 都將自己的情趣、意韻 完美地融合在畫中 展品是我們的一生美術館館藏 是他在1996年《九龍之夜》 和1912年所畫的《維港餘暉》 畫家將多元色彩和虛實明暗 帶出了九龍和維多利亞港的特點 而模糊其他細節 潘若暉是1963年身於福建 1983年在北京除悲雄畫室學習繪畫 1988年在中央美術學院由畫系進修 這幅作品是方寬沿途 仿效古代中國以拆頁裝表山水畫屯線的模式 而畫面就是用油彩描繪新界元朗白泥的小蔥 是潘若暉在中西合璧上的一種嘗試 潘若暉認為平凡樸素的元朗 其實擁有香港獨特的風景 就好像白泥的青山和小蔥 都是值得入畫的山水風光 之後是中耀的作品 這位畫家在廣東出生 然後在香港美術專科學院學畫 一直活躍於香港的畫壇 他很擅長風景畫 畫作勢力逼真、平易近人 喜歡表現大自然的美麗 展覽展出了兩幅我們自己的藏品 他畫的上水河上香和里原門 他運用了寫實的手法 去表示香港平靜的生活環境 而不落續套 畫面上可以見到他清晰的筆觸 重複用畫筆不規則地掃出天空和山 隱約見到不同顏色轉變 他很仔細去刻畫 郊外和海邊的景 遼闊的天空也做出了空間感 加上淡薄的顏色 帶來生活、平靜和樸素的一面 來到最後一個展廳 先是謝正的兩幅作品 謝正在光蘇出生 1978年來香港 接著先後畢業於香港的美術專科學校 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和四川美術學院 他很喜歡用繽紛的顏色 將景物簡化 亦帶有銅趣 好像將油彩變成納筆一樣 這兩幅是他2014年的作品 放風箏和垂吊 都是畫香港的郊野活動 他認為在寫生時候的取寫 最考畫家的功力和心智 在構圖上 他會刻意散卻不喜歡的東西 而只是畫景物的輪廓 而在空出的地方 用點和線豐富的畫面 將中國畫的造景山水概念 融合在西畫裡 他的用色溫暖 畫出快樂融融的畫面 中間的這幅作品 是曹石雄的 他是香港本地畫家 畢業於香港美術專科學校 他很喜歡用比喻的手法 不會直接表達畫中的情緒 而是要用觀者 慢慢透過畫中的線索 去領會他的意思 他比較為人熟悉的是 他的花牌系列 由中國傳統文化去吸收靈感 即是用文化符號 象徵的圖形 甚至文字、數字等等 加入到花牌裡 再配合新的顏色 還會很有趣地寫上 祝賀老巢花店 創作出自己現代版的圖騰 去表達當代意義 展覽中是我們自己的館床 他在2015年的作品《鵪春》 是為了回應佔領中環運動的 當中就利用他獨特的花牌 將巨型的花牌畫在中環填海的位置 花牌上面寫了中文數字 2014合景平安 還畫了一隻鵪春 去寄託鞋陰安居的意思 歐家林在1956年在香港出生 197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 曾經在中學任教美術 後來重商 公餘的時間畫畫 由2008年開始 全新投入藝術創作 歐家林深受任象派的影響 通過捕捉光影變化 去表達主觀的情感 例如《維多利亞港》這幅作品 是在冬季寫身所得 在冬天的時候 北風夾襲著灰蒙蒙的煙塵 所以畫家北下的維港就好像退了色 而維港海水整個下午都是灰色的 偶爾有陽光穿過陰霾 令海水多了些藍色 作品呈現的就是這一刻的景象 而另一幅作品《貨櫃碼頭》就繽紛鮮活 畫家又一次坐車經過青衣藍橋 見到葵櫲貨櫃碼頭留下印象 於是用鮮紅色去描繪貨櫃碼頭 比喻這個香港重要的經濟設施充滿活力 最後我們看看徐志聚的作品 徐志聚在1937年生於香港 1952年開始學習油畫 1975年與香港其他畫家創立研畫會 從70年代到2000年 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擔任美術導師 徐志聚的這兩幅作品偏向抽象 構圖遙有趣味 令人聯想起20世紀初 法國繪畫大師賽上的畫作 在《村》這幅作品裏 徐志聚並不是描繪物像的外觀 而是將它本質性的結構呈現出來 因此它就將天空、白雲、山聯、 和圍村簡化成最基礎的幾何塊面 而在另一幅浪的作品裏 就將畫面分成幾個層面 天空和海水化為平面的長條 而前景的石頭就處理得比較立體 而且有光影變化 畫面和現實中河海的景象非常吻合 我們今次的展覽一共展出24位 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華人的油畫 希望觀眾可以認識到華人油畫的發展歷程 它的獨特面貌 進而喚起大眾對華人油畫的關注 多謝各位收看今次的導賞 再見 請… 請… 請…